在本节中,我们将以创建投票系统为例来讲述动态网页的制作过程。 制作动态网页需要进行系统构成分析,创建数据库,构建网页运行环境,定义网站,创建ODBC数据研,以及连接数据库。 首先让我们看看如何进行系统构成分析。 投票系统分为网友选票,对投票进行处理和显示结果等三个模块。 具体的处理过程需要对某一个调查项目的选择结果做出记录。 在一般情况下是存放在数据库中,然后对投票系统进行统计和显示投票结果。 首先要给出选票,供各位网友进行选择投票对象。 当投票者单击投票按钮之后,选票处理模块就被激活,对传送到服务器的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 服务器端处理的方法首先是判断用户选择的是哪一项,然后把相应自断的选票值加一。 实际上,保存投票结果的数据库中的表只有一条记录,只是需要不断地对这个数据进行更新。 最后,结果显示模块将把投票结果显示出来。 在本节中,我们以调查网友对您希望使用什么类型的网站的关注度的网络投票系统为例,对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详细的讲解。 这里我们给出了四种选择。 在投票系统中,我们需要三个文档和一个数据库表,分别是网络投票页,在网络投票页投票者可根据给出的内容做出选择并提交。 在投票结果页中,显示网友投票的结果。 在选票处理页中,投票者在投票页做出选择单击投票按钮并提交之后,数据库则进行更新,最后转向投票结果页。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如何创建数据库。 在这里我们用Access创建数据库表。 数据库的表为Tvote。 在该表中只有一条记录,并对应四个字段,分别是F01,F02,F03和F04。 数据类型为数字,字段大小为长整形,小数位数为自动,默认值为0,并填字段为否,所以无语。 接下来让我们构建网络运行环境。 创建动态网站和静态网站不同,我们需要在服务器平台下运行。 在进行操作之前,应该复制随属光盘中的素材文件夹之中的CH20文件夹, 到本地计算机的C盘下,并取消该文件夹的指读属性。 在本期完成IIS服务器的安装之后,还需要修改网站的本地根文件夹为Web共享, 这样就可以将本地根文件夹作为服务器的文件夹运行。 首先,让我们找到C盘下的投票文件夹。 选中投票文件夹并用机。 在弹出的快捷测单中,我们选择共享和安全应用。 此时,会打开投票文件夹的属性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选择外部共享选项卡。 然后选中共享文件夹单选按钮。 此时会打开编辑别名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我们将别名设置为投票。 在访问全线选项组中,选中读取复选框。 在应用程序全线选项组中,选中脚本单选按钮,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此时会返回投票属性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选择单击确定按钮,关闭该对话框。 就完成了定义动态站点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让我们在JuneWeber中定义网站。 先换了JuneWeber的界面。 然后选择站点,新建站点,猜猜并定。 此时会打开站点设置对象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选择站点选项卡,然后在右侧的站点名称5本框中,我们设置站点的名称。 在站点名称5本框中,我们输入网络投票系统。 在本地站点文件框的右侧,我们单击浏览文件框投票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我们选择位置在我的电脑中的C盘。 选择投票文件框,当击选择按钮。 选中左侧的服务器选项卡。 在右侧我们单击添加新服务器投票按钮,会弹出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的基本选项卡下,我们设置连接方法为本地网络。 在服务器文件框中,我们输入服务器文件框的地址,或者通过单击浏览按钮。 选择文件框为C盘之下的投票文件框,单击选择按钮。 在web.grl文件框中,我们输入localhost。 选择高级选项卡。 在测试服务器的服务器模型下拉列表中,我们选择aspvbscript,然后单击保存按钮。 此时会返回到站点设置对象文本框之中的服务器选项卡。 在右侧的服务器列表中,我们将新建的服务器的对应的测试服务按钮选择,然后登记保存按钮。 此时即可打开,在文件面板中打开站点根目录。 如果需要在动态网页中使用数据库,那就需要创建一个指向该数据库的链接。 在动态网页中,我们通过开放式数据库链接,即odbc驱动程序来提供程序链接到数据库。 该驱动程序负负责将运行的结果送回应用程序。 下面让我们看看如何创建odbc数据源。 打开管理工具窗口。 在该窗口中,我们双击数据源图标。 此时会打开odbc数据源管理器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我们选择系统DSN选项卡。 然后单击添加按钮,此时会打开创建新数据源对话框。 在名称列表中,我们可以选择数据源类型。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Access创建的数据库, 所以在列表框中,我们选择Microsoft Access Driver选项。 然后单击完成按钮。 此时会弹出odbcMicrosoft Access安装对话框。 在数据源名文文框中,我们输入数据源的名称为 DscS5。 在说明文文框中,输入对该司机库的描述性的语言来注视。 比如这里我们输入网络投票系统数据库。 然后单击选择按钮。 在打开的选择数据库对话框中,选择数据库所在的位置。 这里我们选择C盘之下的投票文件夹。 数据库存在于Data文件夹之中,选择要连接的数据库。 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返回到odbcMicrosoft Access安装对话框。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新增加了一个odbc数据源。 这就为以后建立数据库的链接做好了准备。 单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在完成了创建odbc数据源之后,就可以使用Jumrever CS5来完成连接数据库的操作。 我们要实现动态网页中的映入程序,完成对数据库的读取、写入以及改写等的操作。 就必须先完成网页与数据库的连接。 让我们先轻换到Jumrever界面。 选择窗口。 数据库菜单命令。 此时会打开数据库面板。 在该面板中,我们单击添加按钮。 在弹出的列表中可以选择数据源名称DSN选项。 此时会弹出数据源名称DSN对话框。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连接名称文框中输入数据源的连接名称。 这里我们输入COVVOT。 在下方的数据源名称DSN下来列表中,我们选择前面已经创建的数据源名称。 然后选中使用本地DSN单选按钮。 单击右侧的测试按钮。 此时会弹出成功创建连接脚本的提示框。 这就说明数据源连接是成功的。 单击确定按钮。 回到数据源名称DSN对话框。 当然单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此时我们在数据库面板中可以看到已经创建好的数据表。 已经将能做到的一动倾诉基本设行。